揭开百家乐带打赌神的无知、无耻与黑幕。 我们先了解一下,在百家乐带打这个活动中,赌神与参与者的无知,那些自命不凡的赌神们口口声声吹嘘逢赌必赢。 他们真的能够逢赌必赢吗? 一个不可辩驳的事实是,无论你的策略多么完备,短期的胜负不过是运气使然。 这世上怎么可能存在逢赌必赢的神奇打法? 我们不妨从逻辑上简单分析推理。 首先,假如真有逢赌必赢之法,那么只需每次进入赌场赢取你资金的百分之一就可以了。 或者用资金的绝对值来说,每次投入一万元,赢一百元。 组建十个小团队,每天在赌场运作十次就能轻松赚取一万元。 持之以恒,由于逢赌必赢就可以利用复利效应,这些赌神终将能够一家家的。 赢下地球上所有赌场。 再者,赌神们采取长期盈利策略。 指的是你虽然会输赢交替,但最终的盈利绝对值及盈利场次大于亏损绝对值及亏损场次。 那么,你哪来的底气能在一天或两三天内能够保证为客户赢钱? 显然,这些赌神们智商平平,根本无法自圆其说,而那些轻易投入资金的参与者,智商就更令人忧虑了。 凯利策略二十年来,不仅从来不做急自带打的事情。 并且,不断告诫玩家朋友不要上当受骗,稍后我会说一个真实事件。 凯利策略只是在以前学员的要求下。 大家用小额资金出资建立团队,练习团队合作。 或者偶尔有学员来拉斯维加斯,让我代打两天,主要是通过实战进行观摩讨论以加深对策略的理解。 我们来看一个真实事件。 2019年,YouTube上某汤自封赌神。 其实,模仿韩国的一位频道主编造的赌神故事视频,几乎原封不动地按照韩国频道主的故事仿制。 某汤赌神编造自己在澳门,用二十万港币一个多月赢下了一千多万港币。 这个视频播出后,在华人世界掀起一波屌丝崇拜赌神的风潮。 真的是可笑至极。 老观众朋友都知道这件事。 某汤在YouTube一夜成名后,与无伦次地宣扬自己的策略逻辑和对百家乐的感悟。 其中很多观点,被我拿来在凯莉策略课程视频里面做反面教材,所有凯莉策略学员都知道。 哈哈哈哈哈哈。 而赌神某汤,趁势忽悠大众,急自给他代打。 当时我就告诫大家,尤其是凯莉策略频道的观众,切不可轻信。 但当时的赌客玩家群体,热血沸腾,认为如果攀上了赌神,并通过赌神代打,帮助他们赢钱,从此改变人生,实现财务自由。 于是,很多玩家赌客蜂拥而至。 在我公开告诉大家某汤是忽悠和骗局时,那些人却说我妒忌赌神,自己不行,诽谤赌神。 并不逆耳的中言,被理解成极度之言。 更神奇的事情是,有人攻击我,言辞竟然是凯莉策略从任何一方面都不如赌神某汤,尤其是集资能力。 这当然。 一段时间里,很多人上当受骗,紧接着2021年赌神跑路,人间蒸发。 部分受害者便转身来找我,希望我为他们主持公道,做视频,将事件经过和数字金额公布与众。 我断然拒绝,事前我就提醒大众,这是一个忽悠,一个骗局。 既然大家不听,甚至说我是出于妒忌,那么我也没必要在赌神跑路的时候落井下石,去帮助这些贪婪无知的赌神信众。 我不是司法部门,更不是执法机构,我没有这个义务。 之前提醒大众,只是由于出于本能,因为实在看不下去了。 后来,部分有能力的受害者联名将某汤告到澳门警局。 2023年,某汤在港珠澳大桥入进澳门时,被拦截逮。 司径拉掌明韩国男子,事源以保本投资为右, 诈骗出名,内地与香港人士一共175万人民币。 又展示了自己已经在澳门中区开设某某联盟公司的招牌相片。 各被害人就相信,故分别添加了微信的账号, 以及被拉进一个名为某某联盟的微信群组内。 并按研反的展示下载了一个手机交易的平台程式, 以此投资项目。 但实际的资金已经转了给严犯赌博。 起初,头三个月仍然能收到少量回报, 直至2021年3月, 以后没有收到任何回报和无法收取本金。 更被严犯拉黑微信和严犯失去联络。 七名被害人怀疑被骗状报警求助。 在事件中,七名被害人合共损失人民币175万元。 施警经调查锁定严犯身份, 并发现严犯声称开设的公司, 只是短暂租借的小型办公室, 没有实际业务。 严犯上星期六入警戒时候被接驳, 并拒绝合作。 当局以相当巨额诈骗罪, 将它移送检察院征办, 并正追查协助严犯租借单位的内地人。 现在深陷淋雨吃牢饭, 但大家的资金损失无法挽回。 这个事件刚过去不到一年。 YouTube上又冒出一些赌神频道博主, 比某汤赌神更加夸张。 首先花重金, 把YouTube视频做得高大上, 把自己打造成数学专家, 并宣称他们不是单打独斗的个人, 而是赌神团队。 团队的盈利已超过一个亿美金。 记住是一个亿美金,美金。 真乃, 人有多大胆, 地有多大产。 当年有个相声段子名叫, 吹牛。 两个人对着吹牛, 吹到最后, 一个人说, 吃饭的时候, 喜马拉雅山把我牙缝给塞住了。 另一个则说, 我上嘴唇挨着天, 下嘴唇挨着地。 问, 那你的脸呢? 答, 咱们吹牛的人不要脸了。 当年某汤赌神, 不过编造盈利一千多万港币。 这个频道主, 宣称的盈利比某汤高出八十倍之多, 这样的数字, 让所有赌客玩家惊呆到只能仰望。 你能见到赌神一面, 那是实时修来的福报, 更何况不仅教你赢上亿的策略, 还能帮你带打赚钱。 这些家伙与某汤比较, 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疯癫疯狂之极。 当他们第一次集资时, 宣称去拉斯维加斯帮大家赢钱, 我就告诫了征求我意见的朋友, 不要上当, 不要被蒙蔽。 但还是有些朋友被骗。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 我在拉斯维加斯几年, 对赌场的运作细节和赌场的脏活相当了解。 那些自称赌神的人, 一年难得来一次拉斯维加斯, 完全不清楚拉斯维加斯赌场的沟渠河道。 你们怎么仅凭他们, 讲几个炫酷的数学公式, 一些抄袭的投机博弈理念金句, 自吹自擂赢过一亿美金, 就相信他们呢? 其实, 这帮自封的赌神, 不仅没吃过猪肉, 也就是没在拉斯维加斯打牌赢过钱, 连猪怎么跑都没见过。 也就是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分布和赌场内幕完全是懵懂的。 那就让赌神的信众拿钱给他们一次机会献原形。 他们带着学员来到拉斯维加斯某赌场赌场, 把学员信众的几十万美元几场就输完。 可怜那些不听我劝告的投资人, 血本无归, 骗子们总是用超乎常人想象的故事来蒙蔽大众。 这些无知无耻的赌神, 不过是更疯狂的赌徒, 把自己的信誉不当回事, 自己没有赌本, 也不敢在赌场实战, 他们赌的是信众的资金, 赢了继续做赌神, 还可以分红, 输了, 死皮白脸耍赖。 这位YouTube赌神, 你究竟还要装逼到什么时候? 我是因为几位观众朋友找我诉苦, 并给我提供视频。 实在看不下去了, 现在留点情面, 暂时不点名, 不曝光视频。 另一个真实故事, 一位叫打百家乐与孙子兵法的频道主。 语气道貌岸然, 满口仁义道德, 言辞却与无伦次的宣扬, 百家乐是玄学。 本家乐这个东西啊, 它是玄学而不是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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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时候, 在打牌的过程中, 身边有人问我, 下妆还是下嫌? 其实我也不能告诉你。 同时张牙舞爪地点评各个YouTube频道主, 用乡村的语法语气贬低别人, 期望引流。 更搞笑, 更荒谬的是, 自称有一套百家乐策略, 可以从200元获利200万元。 观众如要了解, 学费10万美元。 这家伙采用夸张离奇的宣传词语, 就是要蛊惑玩家, 百家乐是神秘莫测的, 但我有通过人们不了解的寻学行程的绝技。 此人的言谈风格, 明眼人一看, 就是中国内地没有现过世面的乡村骗子。 这个骗子, 走投无路, 生活在被文明世界评级为全世界最危险的国家。 柬埔寨, 可见其生活之艰辛, 骗人之心切, 梦想之颠倒。 但就这样的无知无耻之徒, 竟然也有信众兴致勃勃地关注他的频道, 更有慎者, 还有频道主甚至与之合作, 相互吹捧。 可见这个世界, 应该说赌徒的世界, 已经堕落到何种程度。 这些新出现的骗子们, 有几个共同的特征。 在YouTube频道上, 不敢公开露面, 吹嘘自己赢钱的金额巨大, 技术策略精湛。 有人会吹嘘自己, 曾经是国内的亿万富翁, 行业领导者。 且所有人不露面的借口托词, 都是如出一辙。 我是赌神, 我太牛逼了, 不能让赌场认出我来。 我必须神秘, 我必须匿名。 臭, 恬不知耻。 凯利策略, 在此再次尊重告诫各位百家乐玩家爱好者。 赌博游戏, 应被视为娱乐消遣, 切不可将之当作谋生之道, 发财之道。 更不可轻信那些自吹自雷, 自诩赌神的骗子。 纵观赌博时, 从未有哪种策略或打法能够逢赌避赢。 任何宣称拥有包营秘诀的人, 不过是在捕风捉影, 自欺欺人。 赌场是以盈利为目的的机构, 赌场是向政府支付高额赌牌费用和高税率的公司。 赌场获得政府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 难道你真的相信, 政府设置的监管部门, 是为了维护赌场与赌客之间公平和正义。 是为了保护弱势方的赌客? 不要再天真了。 我的朋友们, 赌场在所有赌博项目上, 尤其是百家乐。 其运营经验之丰富, 规则设计之精密, 专业防守之严密, 哪有那么容易被攻破? 现今AI技术日新月异, 赌场投入重金, 毫无顾忌地使用高科技技术手段, 玩家赌客根本不是一个量级的对手, 更何况, 有些无良赌场采取更恶劣的见不得光的手段, 你根本没有胜算可言。 这几年, 我从澳门到菲律宾到柬埔寨, 再到新加坡和美国各州赌场, 仅在拉斯维加斯就住了两年, 期间通过大量的观察和实战, 发现很多问题, 并不断提醒和报告给我的朋友们, 赌场不为人知的变化和陷阱。 大多数玩家赌客, 不可能像我这样, 长期几乎每天, 在各大赌场的百家乐赌台, 进行观察和实战, 所以, 只会告诉我很多奇怪的觉察, 比如, 这次去澳门, 这段时间在美国哪里的赌场, 发现了什么奇怪的现象等等。 还有很多玩家, 从刚开始嘲笑我的提醒, 到深度认同我的观察分析, 这都说明一个事实。 赌场一刻都没放松地投入重金提高盈利, 也就是赢钱的能力。 采用的手段不断在迭代进步, 普通赌客根本无法理解, 更黄问跟上。 即便采取凯利策略等长期盈利策略, 能在长期赢得盈余, 但过程中输赢仍是无常。 赌神们如何能保证, 在特定天数内必定为客户赢钱, 这种承诺不过是忽悠和蛊惑而已。 赌博运气往往捉摸不定, 贪男之徒常被运气迷惑, 最终酿成家破人亡的下场。 凯利策略劝解那些被蛊惑者, 切莫轻易相信带打赌神的谎言, 被他们忽悠去集资带打, 会一步步深陷泥潭。 过往已有太多赌徒们自命不凡, 他们在自诩为赌神的过程中, 他们被自己的谎言迷惑到 真的以为自己是赌神了, 他们大肆忽悠集资, 结果让受骗上当的人有去无还。 如今,新一批赌神又在YouTube上炒作, 宣称曾赢过天文数字, 或是团队已赚上亿美金。 这些都是无稽之谈, 旨在蛊惑无知贪婪的目标人群。 赌徒有智慧者, 定能辨别其中的是非曲直, 对这些自诩赌神的骗子加以防范, 让我们远离虚伪、贪婪、妄想, 保持理性务实, 以正当方式谋生、健康的娱乐性赌博。 谢谢大家的观看, 并请分享给你的正在执迷不悟, 或被赌神蛊惑的朋友们。 我的课程事实上大家可以看, 我们是分为这个漏洞攻击, 短线扶击, 乱路鞠机, 风控策略, 对冲筹码, 数据策略。 你看其中漏洞攻击109分钟, 乱路鞠机66分钟, 对冲筹码21分钟, 数据策略75分钟, 风控策略, 情绪量化指标38分钟。 我们所有的策略全部加起来, 课程时间是310分钟。 。